玩家們趕快來鼓鼓掌吧 我們台灣的遊戲產業 又在國際市場發光發熱囉 就是這款群絨漠視路 成功的進駐歐洲喔 真是太棒了 大家一起為台灣的遊戲加油吧 現在台灣遊戲廠商的實力 越來越受到國際的肯定囉 像是思維工坊日前宣布 他們全力開發奇幻史詩巨作 群絨漠視路 繼日本與北美市場後 也成功的進軍歐洲市場 並且授權歐洲Inferno公司營運 台灣國產遊戲再次走向全世界 群絨漠視路是款以龍為主題的奇幻風格作品 並且使用自製開發的3D引擎 Rena所開發 呈現出難得一見的大器格局 醞釀出廣闊的遊戲世界觀 另外遊戲中有四大文明種族可供選擇 除了豐富的副本任務之外 玩家還能夠在遊戲中培訓各種飛龍 不管是把他們當作寵物、戰鬥夥伴 甚至是飛天遁地的交通工具 也因為龍族的加入 讓遊戲的格局更加龐大 群龍漠視路是Inferno公司的第二款遊戲 第一款遊戲積木戰隊 在歐美擁有超過200萬會員 他們也對群龍漠視路深具信心 認為這款奇幻史詩作品 一定能夠在歐洲獲得好成績 讓更多人看到台灣遊戲的開發實力